你好,欢迎你每天听本书,我是徐玲 这期音频为你解读的是丰田传 也就是世界顶级车企丰田汽车的传记 在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中 丰田汽车排名第10,紧挨着排名第9的大众汽车 在全球车企中位列第二 我们知道,一家企业成功的因素有很多 就汽车行业来说,研发、生产、供应链、营销、售后等等 各个环节都很重要 不过呢,这本丰田传并没有面面俱到 而是把视野聚焦在一点上 就是著名的丰田生产方式 后来也被叫做精益制造方式 这本书重点讲述了丰田生产方式 从一种理念发展为一整套管理工具 从丰田公司的独门秘籍 发展为行业新标准的过程 为什么丰田生产方式这么重要呢 这首先是因为,丰田生产方式 就是丰田汽车的核心竞争力 它能够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生产绩效 一个有利的证据就是 2019财年,丰田汽车的销售额 比大众汽车略少一点 但它的净利润却比大众汽车 高出将近20% 丰田汽车连续多年 蝉联全球最赚钱车企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20年来 全球制造企业都在学习丰田生产方式 中国企业也掀起了学习丰田的热潮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 丰田生产方式不但可以用于生产环节 同样也适用于研发销售等环节 它其实是一种通用的工作方法 它的核心是持续的改善 产业专家认为,丰田生产方式的本质 其实是建立一个学习型组织 日本首富,优衣库创始人刘景正 这样评价丰田生产方式 今天的成功可能会成为明天的失败 拥有不断进化的现场 这就是丰田强大的本质 你看,改善,迭代,学习型组织,进化 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讲组织管理时 最重要的概念 这本丰田传给我带来的最大启示 就是如何进行持续的改善 如何让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有所进步 本书作者野地志佳 是日本著名济世文学家 为了写这本书 他用七年时间对丰田汽车 进行了七十次实地走访 可以说他是用丰田生产方式 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下面我就从三个部分来为你讲述 丰田生产方式的来龙去脉 第一,丰田生产方式和福特生产方式 有什么不同 第二,丰田生产方式是怎样从一种理念 发展为一整套管理工具的 第三,丰田生产方式是怎样从丰田公司溢出 被推广到全世界的 好,下面我们就先来讲第一点 丰田生产方式和福特生产方式有什么不同 在产业界,提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必然是要应对新出现的问题 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创新 在丰田汽车诞生的1933年 正是福特生产方式大行其道的年代 我们知道,美国福特公司在1913年 推出了汽车行业的第一条流水生产线 通过批量生产大幅提高生产效率 把汽车价格削减了70%以上 让美国90%的家庭都买得起汽车 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福特的大批量生产方式 也成为了汽车行业的生产标准 那么,作为新生企业的丰田汽车 为什么不直接引进福特生产方式 而是要另起炉灶,搞一套新的生产方法 这就要说到丰田汽车的创始人 丰田喜一郎 丰田喜一郎是不折不扣的富二代 他的老爸丰田佐吉 是当时日本家喻户晓的发明大王 他发明了一种新型的自动织布机 然后抓住机会建立了日本最大的纺织企业之一 丰田纺织 在那个时代 纺织企业就是代表了最先进生产力的高科技企业 丰田喜一郎从东京帝国大学工程学专业毕业后 直接进入丰田纺织 负责自动织布机的生产 不过他真正感兴趣的领域是汽车行业 后来等老爸丰田佐吉去世 大概是因为没人能管他了 丰田喜一郎随即宣布进军汽车行业 消息一出人们都认为这位有钱少爷一时心血来潮 很有可能把凭运气继承来的家当最后凭实力都赔光 更不靠谱的是啊 按照丰田喜一郎的计划 他不是老老实实的从最简单的汽车装配开始干起 也不是从美国进口全套生产设备 而是一上来就宣布要自主研发 自主生产包括发动机在内的所有核心部件 这对于在汽车行业零基础的丰田纺织来说 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丰田纺织上上下下都强烈反对这项计划 当然了反对无效 丰田喜一郎还是一意孤行 1933年 丰田喜一郎正式成立了丰田汽车公司 并于两年后下线了第一款实验车型 A1型轿车 制造汽车当然没有丰田喜一郎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款A1型轿车实际上绝大部分零件是从美国进口的 但是有一点 它的发动机基础零件是由丰田汽车自主生产的 这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有几家汽车企业能做到 一上来就自主生产发动机零件 从这段经历可以看出 丰田汽车从一开始就有着强烈的自主研发意愿 拒绝全盘拿来主意 尽管出于现实需要 丰田汽车后来还是引入了美国的全套生产线 但他们无时无刻不再考虑如何优化这条生产线 如何比美国人做得更好 更何况 丰田喜一郎发现 日本车企如果全盘采用美国人的大批量生产方式 根本行不通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日本经济还远远比不上美国 购买力很有限 只有少部分企业和极少数家庭能买得起汽车 这和美国90%的家庭都拥有汽车是不可比的 狭小的市场规模就决定了 日本车企不可能进行大批量生产 而只能进行少量生产 少量生产就没有规模效应 成本必然很高 技术又起不得晚 那日本汽车还怎么与美国汽车竞争呢 一想到这里 丰田喜一郎就有强烈的危机感 这种危机感后来成为了丰田文化的一部分 丰田喜一郎认识到 丰田汽车想要活下去 就必须找到在少量生产的前提下 削减成本的方法 这个办法从书本上肯定是找不到的 必须回到工厂一线 从生产现场寻找突破口 作为创始人 丰田喜一郎经常身穿工作服泡在一线 通过长期的现场观察 他终于找到了削减成本的突破口 丰田喜一郎发现 传统的批量化生产方式 表面上效率很高 实际上存在着大量的浪费 为什么呢 我们以铸造一个零件为例 一个零件从原材料到成品 一共需要经过九个环节 分别是进度安排 驻行运输排队等候 调试机械加工检测组装排队等候 在这九个环节中 只有驻行机械加工和组装 这三个环节是真正创造价值的 而其他六个环节 也就是排队等候 调试运输检测等等 都是辅助流程不创造价值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 每个环节所用的时间会大吃一惊 真正创造价值的环节只占总流程时间的不到百分之十 而那些不创造价值的辅助流程 占到了总流程时间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在这里福特市大批量生产的浪费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大批量生产并不能提高全流程生产效率 而仅仅提高创造价值环节的生产效率 前面说了 这部分其实只占总流程时间的不到百分之十 它的效率再高 也不可能大幅缩减总流程时间 因此很大一部分效率实际上是浪费掉的 第二也是更麻烦的 大批量生产制造了大量的中间产品 这些产品在库房或者车间堆积如山 往往要等待几个星期才能够进入下一个加工环节 这样一来 一是严重占用了资金和厂房空间 二是无法及时发现质量问题 等下游环节发现问题的时候 上游环节已经生产出了大量的瑕疵品 在丰田洗衣浪看来 这种情况是极大的浪费 削减成本必须从这里突破 于是丰田洗衣浪提出了著名的 just in time生产方式 一般翻译为准时生产 它的出发点是 最大限度的降低中间产品库存 旨在必要的时间 以必要的数量生产必要的零件 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让材料和零件 在生产现场流动起来 而不是堆积在原地 只有这样才能够最大程度的去除浪费 削减成本 只有这样 少量生产的日本车 才能够与大批量生产的美国车 一争高下 这就是丰田生产方式 与福特生产方式的不同 福特生产方式 重在提高创造价值环节的效率 而丰田生产方式 重在提高不创造价值环节的效率 通过去除无用工 大幅缩短总流程时间 福特生产方式 一定会出现中间产品过剩 而丰田生产方式 以准时生产制度来大幅降低中间库存 去除浪费 作为丰田汽车创始人 丰田洗衣郎最早提出了丰田生产方式的基本理念 但是很快二战打响 丰田汽车被纳入日本军工体系 准时生产制度并没有真正落地 丰田洗衣郎也在五十多岁时就去世了 战后 结果丰田洗衣郎的思想 真正把丰田生产方式 从一种理念发展为一套成熟的管理工具 并在全公司推广开来的 是另一个传奇人物 叫大野奈依 下面我们接着聊 在丰田汽车内部 大野奈依是确立丰田生产方式的最大功臣 丰田洗衣郎只说了要准时生产 要去除浪费 但具体怎么做 采用什么方法 从理念到实践怎么落地 这些都不清楚 直到大野奈依加入丰田 大野奈依是那种典型的铁腕改革人物 他身高一米八 在当时的日本人中绝对是鹤立鸡群 再加上他脾气急躁 发起火来暴跳如雷 据说只要他一出现在工作现场 就会吓得员工瑟瑟发抖 人称恶魔 大野奈依原来是丰田纺织的生产经理 后来被调到才刚起步的丰田汽车 他心心念念的事情 就是将丰田洗衣郎提出的准时生产制度落地 然而 大野奈依一到汽车车间就发现 这里的生产效率甚至远远不及纺织车间 一个纺织女工就能够照看二十多台自动织补机 而汽车车间里的每一台设备都需要一个专门人员来操作 操作人员长时间重复相同的动作 也容易疲劳 大野奈依心想 能不能让一名员工学会多种技能 能够操作附近的几台不同的机器 这种想法在当时绝对是异类 因为福特生产方式认为分工越细越好 大野奈依偏不认这个理 在他的坚持下 后来丰田生产员工都是一专多能 每个人都能操作五到六台设备 这不但提高了生产效率 还增强了员工对工作的认同感和成就感 再说回到当时 大野奈依发现 汽车车间还有一个明显问题 就是少数员工忙得不可开交 而大部分人都无所事事 一问原因 原来他们是在等待零件 前工序的零件没有送到 那后工序当然就只能等着 这时候 大野奈依就会不管不顾的带上一帮员工 跑到前工序的工厂去亲自取零件 甚至是自己撸起袖子做零件 搞得前工序的生产经理非常尴尬 几次之后 大野奈依突然想到 这种自取零件是一种极好的去除浪费的方法 为什么呢 一直以来 前工序和后工序之间生产进度的衔接 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情 如果前工序生产快了 那就会导致中间产品堆积如山 而如果前工序生产慢了 又会导致后工序停下来等待 这两种情况都是浪费 那前工序到底该生产多少合适呢 好办 让后工序直接去告诉前工序 自己下一批需要多少零件 不就解决了吗 在这个思路启发下 大野奈依发明了一个重要的生产管理工具 叫做看板 看见的看 板块的板 具体做法是 由后工序给前工序送去一只空箱子 写上需要的零件数 那前工序呢 就按照这个数量进行生产 完成之后就停工 直到有新的空箱子送过来 看板的本质 是前工序把后工序看成是自己的客户 严格按照客户的订单节奏来生产 而不是只图自己方便 把生产出来的货物一股脑塞给客户 或者扔进仓库 按照丰田洗衣廊的设想 完美的准时生产制度 是不应该有任何中间产品存货的 所有的工序都无缝衔接 所有的零件都在生产线上流动 但显然 这对生产管理的要求太高了 一开始很难实现 大野耐一发明的看板 实际上是对准时生产的一种折衷 就是通过简单实用的操作 把中间存货限定到一个极低的水平 看板一推出 很快就在丰田车间得到了普及 除了看板 还有一个重要的管理工具 叫做安灯 安装的安 灯光的灯 具体做法是 生产线的每个工作台上 都有一个按钮 员工在工作过程中 一旦发现任何异常 就按下按钮 这时候工作台会亮起黄灯 班长组长会马上过来协助解决问题 如果在几十秒之内 问题得到解决 那么生产线就恢复正常 如果问题无法及时解决 那么这段生产线就会自动停下来 换句话说 安灯就是赋予现场的每一个员工 随时停止生产线的权利 停止生产线是福特生产方式中的大忌 生产线一旦停止 就是重大责任事故 从经理到一线员工 通通要追责 而丰田生产方式却反其道而行之 鼓励员工安灯 大野难以规定 只要员工一安灯 现场经理就必须对员工真诚地说谢谢 这是为什么呢 在大野难以看来 安灯是一种重要的质量控制工具 员工一发现问题 立即安灯 现场解决 就可以从源头把住质量官 而员工如果害怕被追责 发现了问题也不敢说 导致瑕疵品流入下游环节 到时候不得不反攻 报废甚至是召回 损失就大了去了 这样一算账 员工主动安灯 就是在为公司省钱 那当然是要鼓励和感谢了 更重要的是 安灯制度培养了员工的主动观察 主动思考和自主行动能力 员工在工作时 不仅需要动手 更需要动脑 一个全员参与的学习型组织 就这样从基层开始生长出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据说福特汽车的创始人 亨利福特 曾经抱怨说 我明明只雇了一双手 怎么来了一个人 这可能虽然只是一颗段子 但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丰田生产方式和福特生产方式 最本质的区别 其实是对待人的方式 福特把工人变成机器的延伸 而丰田把工人还原成真正的人 丰田生产方式 恢复了人在大规模工业生产中的价值 有意思的是 当初发明安灯 并不是为了质量控制 而是为了解决现场员工的内疾问题 当时在大型生产线上作业的员工 想上厕所时 常常找不到人来临时替代自己 又不好意思大声报告 所以就通过安灯来提示组长 如果灯亮后两分钟还没有人来顶替他 那这名员工就可以自己停止生产线去上厕所 大野耐一心想 生产线上遇到的其他问题 同样也可以用安灯来解决呀 于是就把安灯作为了一个重要的工具 推广开来 就这样 大野耐一创立了丰田生产方式的一系列管理工具 并在丰田的所有工厂内推广 但是一开始 无论是要求员工掌握多样化的技能 还是在工厂推行看板等工具 都不是一帆风顺 而是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反对浪潮 平心而论 丰田生产方式并没有增加一线员工的劳动强度 反而是让整个工作节奏慢了下来 那为什么一开始还会遭到抵制呢 其实抗拒变革是人的一种本能 大野耐一很理解员工的这种心态 他说 人类都坚信自己一直以来的做法是最好的 我的行为就相当于推翻了他们一直以来 深信不疑的东西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然大野耐一自己强硬的行事风格 也许更加深了人们对他的误解 丰田公司流传着这样一则段子 公司规定进入生产现场必须戴安全帽 而大野耐一却从来不戴 这么一个整天强调规定的人 怎么在这件事上公然违反规定呢 有一天终于有人忍不住问他这个问题 大野耐一回答说 我知道大家都恨我 大概还有人想用锤子打我的头吧 如果我戴安全帽的话 岂不是不方便别人下手了吗 为了让大家不管从哪个角度都能打中 我绝对不戴安全帽 你看 在任何时候推行改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大野耐一差不多花了二十年时间 才让丰田生产方式在丰田内部落地生根 成为上上下下都一致认同 一以贯制的制度和理念 与此同时 丰田汽车也从一家丛林起步的小企业 成长为日本汽车行业的领头羊 力压 富士重工 三菱汽车等从飞机制造转入汽车行业的企业 创造了一个奇迹 那么 作为丰田核心竞争力的丰田生产方式 会不会作为企业机密被严格保守 就像可口可乐守着它的神秘配方一样呢 一开始啊 丰田公司的确是这么想的 丰田高层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 他们担心 一旦美国车进入日本市场 日本车企会被杀得片甲不留 所以才摸索多年 好不容易搞出了一套比福特模式还先进的生产方法 当然不肯轻易试人了 但是丰田的成功已经引起了外界的强烈关注 媒体热炒 丰田公司发明了一种叫做看板的神秘生产方式 还有传闻说 丰田公司是通过压榨员工和上游供应商而得到了高额利润 一时间谣言四起 甚至惊动了日本国会介入调查 为了辟谣 大爷奈依不得不专门写了一本书来向公众解释 丰田生产方式 但是他故意在书里用上大量生辟术语 写的云里物里 就是为了不让外界尤其是美国车企来效仿 结果呢 其他企业果然是学得一知半解 照搬过去后不但没有提高生产效率 反而引起了生产混乱 不过 大爷奈依很快意识到 自己的这点小聪明是行不通的 你想 一辆车有三万多个零件 再强大的车企也不可能独自生产所有零件 其中70%的零件是要向合作企业采购的 如果这70%的采购成本降不下来 那么丰田的总成本也降不下来 所以必须把丰田生产方式传授给上游合作企业 让他们也能大幅削减成本 同样的道理 在产业链更上游的企业也必须学会丰田生产方式 这样一来 丰田生产方式当然就不能只是丰田一家的独门秘籍 而是必须在全产业链进行推广 想清楚了这个道理 大爷奈依派出自己手下的得力干将 奔赴各家合作企业的生产现场 帮助他们掌握丰田生产方式 这样的人被称为指导员 很多企业以为丰田生产方式就是看板 安灯这些管理工具 其实错了 丰田生产方式的精髓 也是最难学的地方 是持续消除现场的无用功 实现生产流程的持续改善 什么是无用功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不创造价值或者存在浪费的环节 比如排队等候 运输移动 过度加工等等 对此 大爷奈依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 在汽车组装车间 你如果闭上眼睛 能时不时听到嗡嗡嗡的声音 那是电动扳手拧螺丝时发出的 大爷奈依说 在嗡嗡嗡之外的所有时间都是无用功 指导员的任务就是要练就一双火眼 通过在生产现场的细心观察 找出存在的无用功 并且尽可能的消除 这听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本书作者说 他70次参观丰田工厂 每次都会仔细的观察生产线 尝试着找出无用功 但完全没有头绪 而有一次工厂负责人陪同他参观 负责人一眼就发现在一条新的生产线上 需要费时费力的撕掉零件包装上的胶带 于是立刻下令进行改善 换成无胶带的包装 这种功力显然是长期刻意训练的结果 那么这些火眼晶晶的指导员 到底是怎么被训练出来的呢 这就要说到著名的大野圆圈的故事 话说一个叫林南八的年轻小伙 刚从大学毕业就进入了丰田汽车 被分到了负责改善现场的大野耐一学校 上班第一天 他早早来到了公司 刚在办公桌前坐下 他的上司就朝他怒吼 你在干什么 我们的工作是对现场进行改善 快去现场 现在还不是你做办公室的时候 林南八战战兢兢地站起来问 主任 我应该去哪个现场 主任一瞪眼 自己去找 林南八没有办法 只好一个人在工厂里乱逛 看到现场有比较面善的员工 就凑上去说话 请问 工作中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但是工作现场非常忙碌 谁有功夫搭理他 去去 小子别碍事 林南八就这么连续转悠了好几天 从早到晚一直在现场泡着 终于有人肯跟他说话了 又过了一阵子 林南八渐渐地能和现场员工打成一片了 但是 虽然他每天都认真的观摩生产线 却仍然看不出有什么需要改善的地方 很是苦恼 这时候 传说中的恶魔 大野耐一现身了 他把林南八带到一边 然后掏出一只粉笔 在地上画了一个半径一米的圆圈 告诉林南八 除了上厕所之外 你就一直站在这个圆圈里观察 就看生产线上的那一个员工 找出他动作中存在的无用功 结果 林南八在那里一站就是八个小时 大野耐一绝对不会直接告诉下属 该怎么去改善 他只教给他们观察的方法 然后自己找出答案 培养员工的独立思考 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直是丰田生产方式的底层逻辑 经过几年这样的魔鬼式训练 林南八终于出师了 他作为指导员 被派往丰田的上游企业 改善生产作业 林南八一副思思文文的书生模样 现在要到一家陌生企业 去对人家生产线上的老师傅指手画脚 告诉人家该怎么改善工作 你想想这得面对多大的压力 好在现场工人们所有的白眼和冷遇 林南八早就习以为常 他也懂得该如何用诚意来化解这种局面 其实这才是指导员真正的功力 如果不能获得现场人员的接纳和信任 就根本不可能进行成功的改善 林南八也终于知道了 当初领导为什么要那样刻意训练自己 大野奈一去世后 林南八继承了他的一波 继续推广丰田生产方式 大野奈一的徒子徒孙们 一批批奔赴各家合作企业的生产现场 丰田生产方式就这样扩展到了丰田的所有合作企业 扩展到了整个汽车产业的上下游 直到成为全世界制造企业争相学习的生产新标准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丰田生产方式的发展历程 来简单回顾一下 第一 丰田生产方式与福特生产方式的不同在于 福特模式是通过大批量生产来提高效率 而丰田模式是通过去除无用工来提高效率 福特模式把工人变成机器的延伸 而丰田模式把工人还原成真正的人 第二 大野奈一把丰田洗衣廊提出的准时生产理念 具体化为看板 安灯等精益管理工具 用二十年时间把丰田生产方式发展为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 第三 丰田生产方式的精髓在于现场的持续改善 丰田公司通过培养指导员 向合作伙伴派出指导员 把丰田生产方式扩展到了整个产业链 成为制造行业的生产新标准 关于这个话题 我还解读过一本书叫做丰田模式 那是从具体操作层面做的更详细的阐释 建议你结合起来听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 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 你还可以点击红包分享按钮 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对管理学感兴趣的朋友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